新聞的詳細內容 一個男人在何文田瘋狂駕駛被捕 警方在車上搜出毒品 而被撞傷的警員情況穩定 警方就說當時分流著車 但涉竊的司機強行衝前逃走 涉案的銀式私家車在何文田公主道 多次撞向兩旁的私家車 即使多個警員擒槍賀子 仍然駛後並且撞到一名警員 直至無法前行 警員將男司機拉出車拘捕 據了解那一架私家車屬於租車公司 上個月租出之後無還車 車內有定位裝置 公司星期五晚發現他的位置報警 警方說可疑的車輛在黃大仙徘徊 西九龍衝鋒隊隨即監察去向 發現那一架車在九龍城和紅磡多次危險駕駛 包括五次衝燈、三次逆線行駛等 晚上八點左右 涉事的車停泊在公主道油站旁邊的小路 隨即在400米外部署 據了解警方當時正在設立路障 但被涉事的司機發現立即企圖逃走 我們警方這次的行動其實不是追接這架車 而是監察這架車的去向和方向 而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架車已經停靜了在一個小路那裏 我們亦都在一個相應的距離之下 是做一些車輛的流量分配的安排 多個警員當時擎槍戒備並沒有開槍 擎槍是以示保護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安慰的 當時當刻因為亦都有其他私家車在場 我們亦都要判斷當刻 我們如果真的發射槍械會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擎槍要做一個戒備和阻礙司機 警方在車裡面找到藥值2萬元的毒品 包括冰毒、霹靂可卡因等 40歲男司機涉嫌狂亂駕駛 無牌駕駛、販毒和襲警等被捕 被撞傷的警員仍然留意情況穩定 至於涉案的男人背後有沒有牽涉販毒集團 警方說正循這個方向進行調查 警務處處長蕭薩儀說已經到醫院探望 感謝警員盡忠職守保護市民 無線電視機者劉慧儀報道 至於有四部私家車被瘋狂駕駛的司機作軌 但疑犯並沒有第三者保險 保險業聯會就說車主可以嘗試向租車公司索償 在公路上遇到有人瘋狂駕駛 司機和乘客如何自捕呢 手機的設立可以把傷害壓縮到最小 在手機的位置上 避免持續在公路上飛遲 或者更加有嚴重 停車後千萬不要下車 我們駕駛駛駛駛的話要比較鎮定一些 停下車的時間記得拉回手掣 不要脫開安全帶 因為安全帶就不知道有什麼事 或者好像今次的意外 它能夠保護到你 就是說不需要拋出車外 或者是造成一個疑似的傷害 公主到過事故 以後四部私家車被創毀 一個大約50歲的女司機項部受傷 包括24小時內 就要聯絡她的保險公司 以及在維修之前 就要去找公證行去打架 而各司機 如果他們除了和保險公司去追討賠償之外 亦都可以隨這個小額前債審財署 去追討他們的損失 不過涉案司機沒有購買第三者保險 保險業聯會說 車主可以嘗試追討租車公司 如果是租車的話 一般來說 租車負責租任那輛車的公司 一般都是買了第三者責任保險 我們相信 如果趙氏那幾輛車 即被撞那幾輛車 可以嘗試向這間租車公司 去撿取第三者責任保險的賠償 那人真是偷了一輛車回來 他沒有一個有效第三者保險的話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車主真的有一個選擇 如果地方都有損失的話 其實是需要向發言 申請施法的民主索償 如果最終未能夠透過保險賠償 可不可以向警方申索呢 警方突然間有個運動 他突然間徵用了市民的車去做一個路障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真的有其他的交通意外 令到其他市民那輛車受到損毀 我們就可以向警務署長盡量發射 他建議受影響的車主向涉事司機民事索償 但對方可能沒有辦法賠償 只能夠由法庭頒令他破產 武昌市經齊一流傳獄 傳港亞行政長官李家超 10月發表施政報告 明天會到旺角出席地區諮詢會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載短片 提到政府在過去一年 在醫療、育兒、交通和房屋等等 不斷努力推出社區客廳 在校貨後托管服務計劃等等的措施 其中深水埗社區客廳在啟用之後 一共大約430間湯房戶 累計超過36,100人次受惠 呼籲市民就施政報告提出建議 國際方面 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 明確說已經到了調整緊縮政策的時機 市場就估計美國今年減兩至三次息 累計至少半離 美國聯儲局下個月將會舉行議式會議 主席鮑威爾在全球央行年會上 明確表示減息 但未確定幅度 投資銀行稅銀預期 聯儲局今年剩下的三次會議都會減息 美股三項主要指數都高開高收 道指曾經升近500點 有本港銀行業界估計 美國9月會先減息四分一離 之後減多四分一離 希望在這兩次減息之後 是開淺了新的減息周期 一直延續到2025年 在減息的預期之下 相信能夠對於中小企業的 在利息支付方面來說 是有舒緩的作用 以及對於刺激市道 能夠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有經濟學者說 減息對中小企和公樓業主是好消息 但一般市民就不一定 至於香港銀行會不會跟隨減息 他說要視乎銀行自身的需求 和資金水平等等 毛詩尼斯記者 質疑問 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 正式宣布競逐黨總裁 承諾會提高政治資金透明度 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 星期六上午在家鄉鳥取縣一間神社 宣布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 石破茂說 自民黨經歷政治獻金醜聞之後 需要贏回公眾信任 強調將盡最大努力提高政治資金的透明度 自民黨總裁選舉下的月27日投票 新任總裁預料將接替放棄連任的 安田文雄出任首相 67歲的石破茂從政三十幾年 1986年當時29歲的他成為 日本眾議院最年輕的議員 至今已經當選12次 他還做過防衛商、農商和地方創生擔當商 今次是他第五度競逐自民黨總裁 之前四次都失敗故中 包括在2018年拜比時任首相安倍晉三 今次自民黨總裁選舉 前經濟安保相小林英姿 早前已經宣布參選 日本傳媒預計 前環境相小泉進次郎 數字上河野太郎等多名重量級人物 未來幾天也將宣布參選 最終會有大約10人競逐 民調顯示石破茂的支持率 在一眾潛在參選人當中位居前列 僅次於小泉進次郎 不過有分析說他在黨內基礎薄弱 在增加國會議員票方面可能有困難 無線電視記者尋為三不道 美國已故前總統金乃迪格子 小羅拔金乃迪宣布暫停競選活動 轉為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特朗普就成立一旦再入主白宮 將會成立獨立委員會 調查自己上個月的預食案 並且公開金乃迪預食身亡的文件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前總統特朗普 星期五在阿里桑那州格林代爾 出席競選活動 至於早前宣布暫停競選活動的 獨立參選人小羅拔金乃迪 就改為支持特朗普 兩人上台握手 70歲的小羅拔金乃迪 來自民主黨政治世界金乃迪家族 他的伯父美國前總統金乃迪 1963年任樂在德州坐車巡遊期間 被槍手行食身亡 小羅拔金乃迪的爸爸 事任參議員羅拔金乃迪 1968年參加民主黨初選期間 同樣預食身亡 特朗普說 他上個月在賓夕法尼亞州 預食受傷之後 小羅拔金乃迪曾經打電話給他 有強調如果當選 將成立獨立委員會檢視案件 並且公開金乃迪 預食案的資料 總統金乃迪 總統金乃迪 部位在國王軍 在我的選項上,我將會建立一個新獨立的總統主席執行方法 他們將會發出所有的記憶項關於總統主席執行方法 和調查等議題有相逢的觀點 小羅伯金賴迪同日較早前宣布暫停競選活動 說他一旦留在關鍵州競選 可能會將選戰控制權交給民主黨 他不願意這樣做 胡仙電視記者朱少林 回到7時半新聞時間 日本福島核污水排海一周年 手上岸田文雄視察當地的魚市場 強烈要求中方立即取消相關水產品的進口禁令 共同社報導 安田文雄到訪福島縣盤城市的魚市場 視察水產的放射性物質檢測情況 他又試食在近海捕撈的龍蝦和魚 強調當地水產安全 又說中國禁止進口日本水產 是毫無科學根據和無法接受 他強烈要求中方立即取消禁令 日本全國漁業聯合會會長版本阿信 在聲明提到組織一直反對入方 在未獲得當地漁業人士和民眾理解下 將經處理的核污水排出大海 要求日本當局擴大支援 日本當局和東京電力無視輪過反對 去年8月24日開始 將超過5萬噸處理過的核污水分7輪排海 目前進行第8輪排放 預計排放量7800噸 在北京 外交部星期五說 日本單方面啟動核污水排海計劃 向全世界轉嫁風險 做法違背自身承諾 極不負責任 中方再次敦促入方認真回應國內外關切 切實履行自身責任和義務 無線電視記者呂曉說報導 至於本港的環境及衛生局 亦都拒絕日本要求放寬日本水產品盡口限制 局方在社交網站發文說 在過去一年多福島核電站發生至少7宗事故 有員工要入院附近的環境受到污染 平均大約兩個月一宗 頻率之高令人震驚 面對這樣的管理和監控水平 一旦出事後果嚴重 本港採取預防措施是有必要 亦都是科學 特區政府會繼續留意日方 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察和科學數據等等 如果情況惡化更加不排除採取進一步措施 台灣有登山團遭到虎頭蜂群襲擊 造成一死兩傷 而本港今日亦都有一個男人被蜜蜂針箱送院治理 有蟲害專家就說本港亦都有虎頭蜂出沒 而秋季是雙人的高峰季節 市民行山的時候不要拍打樹蟲和樹籠 被蜜蜂刺傷的男人69歲 早上10點在屯門和田村後山行山的時候 被蜜蜂攻擊 角度頭暈又擦傷膝頭 清醒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過往發生至少兩宗蜜蜂傷人致死事件 一個64歲漁護處工人 去年在大嶼山芝麻灣郊遊徑 被多隻蜜蜂刺傷送院之後不治 當時專家估計是受虎頭蜂襲擊 虎頭蜂出來是一堆的 起碼都十隻八隻 一堆出來攻擊他去針那個人 虎頭蜂又叫做狐蜂 體色鮮明 呈黃黑雙鑑 性呈兇猛 體積較普通蜜蜂大 每年入春之後會觸巢 去到春夏期間蜂群逐漸壯大 現在是他們的繁殖期 亦都是吉商人的高峰季節 虎頭蜂共護巢性最強 所以他不容許任何騷擾者 去接近的 去以樹叢 那些樹洞 千萬不要去接近 就算你接近 不要去拍打 不要有任何影響到的聲浪 或者震動 那就沒事 如果不是虎頭蜂 因為他的護巢性很強 攻擊性很強 他發覺如果有其他新聞在 他就想趕走他 所以就出來攻擊 他又說虎頭蜂毒性強 部分人可能有較大反應 武士尼斯記者質疑問不到 觀塘用了超過60年的 偉業街和開源到迴旋處 明天開始改為十字路口 希望舒緩交通制室 司機如果整天都要來觀塘 多數都曾經經過這個迴旋處 都差不多會遇到塞車 那些車由四個方向匯聚入去迴旋處 如果下班時間比較低 這裏可以開 這裏可以開 這裏可以揚線 這裏可以揚線 這裏就出不了 當局曾經在部分路口 加裝交通燈控制車樓 但是幫助不帶 最終決定改為十字路口 設置交通燈控制車樓 星期日開始實施 有工程人員做最後準備 這個迴旋處屬於 前觀塘工業區的首個迴旋處 啟用到現在已經超過60年 在70年代的地圖 都可以找到它的蹤跡 有當區區議員相信 改建之後 有助書換官塘商業區 一大的擠塞 我們期望可以 將車分流到委業街 近開源到另一個方向 能夠帶給官塘區 整個協同效應 可以讓車可以分流 但是有關注團體就認為 迴旋處不是塞車的原因 迴旋處最大目的就是靈活 希望所有車都不需要 等太長時間都可以去到它的目的地 亦都同時可以減少碰撞 但問題是如果那個地方的車樓越來越多 就會造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 今次的改變是整個官塘行動區計劃的一部分 日後亦都會增加行人過路設施和天橋 希望方便到行人來往官塘碼頭和市中心一帶 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 國際方面 風暴山山催向日本本州 預料下星期二登陸關西地區附近 部分新幹線將會停止 而東京有幾百班機要取消 日本多個地區近日天氣不穩定 靜岡縣清水市昨日有雷雨 氣象廳說當地第10號颱風山山 在小粒圓群島附近海域以西北方向 趨近日本本州風力持續增強 預料在下星期二登陸西日本 靜岡和大阪府將會首當其衝 當地傳媒說交通將會大受影響 預計7條新幹線在下星期一到三停駛 而往返東京羽田和成田機場 大約650班國際和內陸航班已經取消 外界關注山山可能影響整個本州 它的移動路徑和2018年在關西引發 嚴重風災的颱風飛現好似 南韓經基道安山市發生車禍 造成五死九傷 中國大使館證實3個中國公民死亡 南韓警方初步調查說 事發在當地清晨5點多 一輛客貨車在十字路口先和旅遊巴相撞 再撞到另一條行車線的私家車 據報駕客貨車五個工人死亡 其中三個人是中國公民 部分傷者情況嚴重 警方說所有涉事的司機沒有受到酒精影響 懷疑駕客貨車衝紅燈讓城意外 馬來西亞吉隆坡發生露函 一個印度旅遊客跌入深坑 而當局就繼續搜救 不排除她被急流沖走 卡住在地底的排污井 事發在當地星期五早8點多 一個48歲印度旅遊客 途徑清真寺附近的街 路面突然塌陷 她跌入大約8米的深坑 當局利用滑泥機協助搜救 又用承索嘗試入下水道搜索 由於現場曾落大雨 當局以安全為由 在午夜開始停止搜救 而吉隆坡市長、總警長 還有救援人員今早早到場 肇事、涉事的遊客家屬等結果 中非兩國在南海爭議不斷 環球時報引述內地專家 說菲律賓非法佔領中葉島 並且擴大軍事設施 內地環球時報英文版 星期四引述內地專家指 菲律賓正在擴大南海中沙群島 中葉島上的軍事設施 專家又指 中國在解決南海爭議的表現黑制 反觀菲律賓採取激進做法 又嘗試操控國際輿論和國際法 報導又指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在7月 曾經說會在中葉島興建機場 專家更加警告 菲律賓擴大軍事設施 是要加快侵佔中葉島 被美國和日本的船艦和戰機 進入中葉島範圍 有在美日兩國軍事干預 破壞南海的和平和穩定 另外,菲律賓指控中國在過去星期四 向主逼招附近上空的飛方飛機 近距離發射照明彈 當時飛方正監控和難接非法捕魚者 批評中方做法危險和不負責任 要求停止挑釁 在北京 外加部近日指不了解情況 發生社就報導 中方早前依法對兩架 駕駛入主迫招空域的菲律賓飛機 採取反制措施 無線電視機者黃思琦報導 下一節回來有時事 歡迎收看時事中國 近日發售的國產遊戲 黑神話吳空銷量打破內地紀錄 而遊戲熱潮也帶動電腦遊戲主機銷量急性 黑神話吳空星期二在全球同步上線 推出不夠四天 銷售超過一千萬 打破國產遊戲的銷量紀錄 在國內外都掀起打機熱潮 外界形容今次吳空大惑傳聖 公欲善其事必先離其器 連打機也都一樣 央視報導 不少玩家為了在打機那時更加流暢 體驗更加好 轉程到深圳華強北電子市場買新電腦 百分之九十都是黑悟空 專門為了這個遊戲來配置電腦 他家裡面以前是有電腦的 但是配置太低了不夠用 過來昨天買了一台 游商戶說遊戲推出之後 遊戲設備成交額較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五倍 央視報導部分遊戲的主機甚至出現炒價 這款遊戲是以四大明珠之一西遊記為背景 有不少畫面是取景至山西多個景點 山西的文女部門宣佈 推出多條和遊戲取景地有關的旅遊路線 邀請全球玩家來參觀 而江蘇聯雲港的花果山景區也宣佈 在遊戲中成功通關的玩家 可以獲得免費門票 遊覽大聖野的老家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 內地積極推進5.5G雙用法 即是5G的加強版 業界就認為在全面雙用之後 將會有助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等的行業發展 5.5G網絡是5G和6G之間的過渡階段 形容5.5G的體驗比5G提升10倍 現在內地多個營運商已經在全國二十幾個省份 試行5.5G網絡為全面雙用做準備 在未來將會帶動工業互聯網 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的行業發展 未來隨著5.5G技術成熟度大幅提升 其優越的網絡性能 將加速5.5G從產業共識走向商業應用 將進一步拓展5.5G在智慧交通、智慧娛樂 遠程醫療等方面的應用場景 全國第一個海上採游平台5.5G站點 近日在渤海灣的盛利油田3號平台正式啟用 隨著油田推動數碼化轉型 而5.5G系速率、定位等方面有大幅提升 將會大大增強了海陸信息傳輸能力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穎報導 遼寧省葫蘆島市早前暴雨成災 到現在造成10個人死 還有14個人失蹤 當地由星期一開始連續幾天出現強降雨 單日最大降雨量達到527.7毫米 打破全省紀錄 市政府說初步統計全市有18萬8千人受災 由一個基層工作人員因為救人而殉職 經濟損失是103億人民幣 百多座橋樑中斷 當局說會繼續做好搶險救援工作 全力搜救失蹤者 並且推動災後重建工作 巴黎奧運跳水金牌得主 國家隊的傳紅蟬 近日回到廣州的母校和學生交流 它更加即場示範水花消失術 一起看看 全紅蟬星期五到廣東實驗中學 和師生分享交流在奧運的經歷 在巴黎奧運 全紅蟬拿到兩面跳水項目金牌 它說自己曾經多次想過放棄 不要總是自己一個人憋著吧 隊友的鼓勵那些也會讓我繼續去堅持吧 而且也堅持了這麼久 也不能一瞬間就放棄了吧 全紅蟬和在場學生的年紀差不多 但在不同的跑道發展 部分學生正備戰明年的高考 全紅蟬向他們分享自己的減壓方法 看得我很鬆弛 其實我挺緊張的 其實我覺得緩解壓力的話 我覺得可以聽一些歌 然後做自己比較放鬆的事吧 我們每次都在說平常情報的 全紅蟬之後有積直分享招牌水花消失術的竅門 全紅蟬今次到訪的廣東實驗中學 是全省第一批國家級示範性高中 也都算是它的母校 因為學校在2021年破格取錄全紅蟬 並向它頒發榮譽學生證書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 廣州舉辦安勞博林會 有不少專門為老人家而設的新科技 而社聯亦都第一次參展 期望和內地交流互老科技和經驗 有著廣州記者陳雀康報導 這一個由佛山公司研發的理療機器人 用人工智能偵測月位和體溫 取代人手按摩或者喊救 AI大腦 它後面又集成了幾十上百位 一個不同領域的專家的智慧 它可以自動去分辨不同的人體的一個月位 還有它根膜跟落這些分佈 六個軸的機械臂就是類似人手 它好像手腕關節非常靈活 可以執行不同按摩的一個路徑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是未來的方向 等於是大健康產業裡面的一個新能源車 由日本公司開發的康復訓練系統 就推出漢化版進軍中國市場 設有100款小遊戲 被獎者站在那裡或者坐在輪椅上面 都可以做運動 看著電視機移動雙腳 就可以和海龜唱泳 或者走樓梯直接見到富士山 我們很看重港澳還有大灣區這塊市場 因為畢竟這邊的消費水準和大家的健康意識 應該和日本很接近 第八屆中國廣州國際養老健康產業博覽會 星期五至星期日在爬州廣交會場館舉行 500間企業展出3,000多種養老生產品或者服務 社聯首次組團參加今次博覽會 和內地同行交流 樂齡科技在服務融合方面可以做得好些 但內地可能在產品的生產 是更加比香港有優勢 本港有9家樂齡科技初創企業是第一次參展 其中這一套系統是專門協助做物理治療的長者 進行身體評估和可服訓練 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陳祥康報道 這次時事中國講到這 來到最後一節七點半新聞 近年一杯咖啡越來越貴 有本港咖啡店就說是因為氣候變化影響咖啡豆供應 而位於中美洲盛產咖啡豆的紅刀拉絲 近年咖啡豆產量和質素都下降 氣候變化有幾大影響 記者謝悅請去紅刀拉絲提供 紅刀拉絲咖啡農Oscar 由小到大都在這個海拔1500米的咖啡園生活 幾十年以來 這裡無論午夜溫差還是雨量都很適合做咖啡豆 但今年Oscar就遇上危機 4月那時沒下過雨 甚至去到5月也沒下過雨 一天都沒有 而且在6月也有很多天沒下雨 我們從來都沒試過這種情況 如果缺乏了淡水 咖啡樹就結不了果 也培養不到咖啡豆的風味 特徵和屬性 根據美國農業部報告 就氣候變化影響 2023-2024年度 紅刀拉絲咖啡產量降到大約550萬代 被之前一個年度減少量成 由從事咖啡豆貿易的商人擔心 氣候問題還會影響咖啡豆質素 溫度會導致所有生物 和其他生物或災略 會導致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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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導致生物質素 會導致生物質素 創下13年新高 本港咖啡店說 內貨價越來越高 供應減少 只會令到大家搶咖啡豆 因為咖啡豆的數量只有這麼多 大家是以價高者得 如果我們將價格再繼續提升的話 會變成奢侈品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說 現在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達到200萬年以來最高 全球暖化已經不可逆轉 有研究組織預測 如果氣候變化問題持續 到2050年 全球適宜種咖啡的產地將會減半 呼籲大眾關注氣候危機 無線電視記者謝月晴在紅島拉斯報道 警方倒破一個跨國詐騙集團 食鹽假務客戶服務人員詐騙 涉及款項達到6100萬 更加第一次發現有馬來西亞騙徒 在香港設立據點 警方早前接獲情報 說有馬來西亞騙集團 收取護照和身份證的相片 在網上登記至少300張的電話卡 用來做假客服詐騙 而多個馬來西亞籍的男人 4月開始來香港設立據點 購買和登記大量電話卡 利用俗稱叫貓池的電話數據機 將電話訊號轉為網絡的訊號 給海外集團成員 假務微信和抖音的客戶服務人員 假客服隨機致電本港的市民 說他們買了網上保險和直播功能 不取消就會自動扣幾萬元 假客服有聲稱將電話轉播 去到金管局和銀聯中心 並且製作假務的網站 令市主信意為真 更加俄稱為免他們被扣多了錢 要求市主將戶口的錢轉到法律戶口 又聲稱事後會傳數過款 但最終所有款項一去不返 由4月至今 集團至少干販400宗案件 涉款6100萬 而每一個貓池大約有32至64個卡槽 即是說如果這些貓池都插滿電話卡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有超過2700張電話卡 同時供應給境外的犯罪集團成員使用 而為了逃避警方的追查 被捕人士更加會利用碎紙機 去碎了這些已使用的電話卡 警方星期四在新浦江和九龍灣驅捕11人 包括6個馬來西亞籍的男人 以及5個本地男女 介乎20至67歲 並且檢獲87個貓池 超過8萬張的預付費電話卡 為甚麼他們會在香港設立據點呢 我們暫時相信就是因為 其實他們想利用電話詐騙來欺騙香港的市民 如果在香港的據點就用貓池去發送一些詐騙電話 那些電話其實是用本地的電話卡 他們其實電話卡顯示的 就會是一些本地的手提電話號碼 我們相信他們希望這樣令到香港的市民 減低一些提防這些騙案的意識 警方估計行動涉及多個國家 會繼續跟進調查 毛仙士記者 劉進玉報道 國際方面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一個女性 專用社交應用程式 被跨性別人士兇高性別歧視 法院裁定元素人勝訴 獲折合大約五萬多港幣的賠償 迪克爾出席法院聆訊 她認為法院的判決還她一個公道 有這麼多恨和賠償 被判斷於 trans和 gender diverse人 是因為我們是誰 訴訟源於2021年 迪克爾下載一個女性專用的社交應用程式 程式要求用家先提供自拍照 由人工智能判斷用家是否女性 迪克爾通過評估 但幾個月後被剔除帳號 原因是經肉眼鑑定 她看下去不夠女性化 迪克爾之後控告應用程式和其創辦人 本身是男性的迪克爾 2017年開始以女性身份生活 當局2018年重新向迪克爾發出出身證明 說她是女性 迪克爾第二年正式接受變性手術 被告一方說性別應該是與生俱來 後天改變不算數 但法官不接納這個說法 裁定他們間接性別歧視迪克爾 澳洲性別歧視專員科迪歡迎法院判決 法院判帝克爾獲得一萬澳元 接合近五萬三千港幣賠償 但駁回她要求被告方作署免道歉的要求 無線電視記者梁祝偉報道 德國西部一個遲東男人 正向圖人隨機撕襲 釀成三死至少五個人重傷 當局追捕近兇徒 暫時未知道犯案同期 在襲擊案發生之後 多架救護車趕到現場 多個傷者即場接受急救 再送院自離 事發在德國北來欣威斯特法輪州 索林根市在星期五晚 正舉行建成六百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 期間一名遲到的男人 在市中心隨機吉向逃人 之後逃離現場 有目擊者說當時現場有音樂表演 最初見到有人倒地 以為對方喝醉酒 警方拉起封鎖線 特警到場戒備 科學鑑證專家協助調查 有直升機械上空巡邏 索林根市人口大約十六萬 當地的市長對事件感到痛心 慶祝活動由星期五開始 原定星期日結束 成立的活動臨時取消 當局不排除移空單獨犯案 暫時未掌握對方的身份詳情 無線電視記者占順恩報導 在克萊地亞的普拉古城 有一間當地名店 專門賣一款傳統浴卷 近期就因為米芝蓮大廚幫襯 更加人氣急性 一起看看 在普拉的街頭 不少人都被這款 在鐵板上面的浴卷吸引 店主兼大廚哈里諾維奇 做到沒有停手 太太和兒子也要出動 這間店只是買一款叫切瓦皮的肉卷 切瓦皮是巴爾幹半島的傳統小食 坊間有不同的做法 哈里諾維奇說他們的肉卷 主要是用牛肉和牛仔肉 再以帶甜味的辣椒粉調味 店舖開業兩年 一直都是人氣名店 顧客說他們的肉卷口味清新 連遊客都被吸引 我認為是很美味 我希望我的家人可以嘗嘗 我希望我可以帶他們來吃 我認識我的父母會喜歡這個 嘴巴湯 確實在是 我會在家裡欲 我認為這是最好的食材 我喜歡這個食材 我喜歡這個食材 很美味 德國米芝蓮名廚 近日亦都親自光臨 試過他們做的切瓦皮 大讚是他一生人中 吃過最好吃街頭小吃的三甲 傳媒報道後 店舖人氣更加推上高峰 哈里諾維奇和太太 本身是從事旅遊業 從未攝足飲食業 因為新冠疫情 和之後爆發的俄烏戰士 令他被迫轉行 他們的成功 可以說得上是無心插樓 我心臨自己